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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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住你那邊 你爸跟你哥都會擔心 你還是回家吧 那阿嬤怎麼辦 你放心 你姐應該都跟你家人講好了 剩下的事情讓大人們來處理 你就回家 好好的睡覺 明天正常要上課 我相信阿嬤很快就回來了 原來你跟我姐 怎麼就串通好了 佳凡哥 還是你還要進去揍一下 反正我哥跟我爸 應該沒那麼早睡 時間也不早了 我就不進去打擾了 你都是我為了大姐夫 說什麼打擾 下次吧 我還會回去整理店裡 好 那我先進去 真的可以成為家人嗎 好 想說我這麼大人 又很痛 又來打擾 冷氣在吹皮打擾 感冒如何 阿嬤 妳還不睡嗎 妳是心情不好睡不著嗎 這是我們頭上一次做那個睡的 你還沒想過 磕到待會後 就伴那一位好大人回來了 妳是說人家在運命 愛哭愛怼 我每晚都叫了阿嬤的房間 我現在要你客氣 妳不想跟阿嬤睡 是妳自己放棄的 不應該怪我 阿嬤 妳這樣說不說白 沒 我媽跟阿姊結婚之後 妳才搬來跟我們一起住的 我那時候都念高三了 每天都要晚自習到很晚 怎麼可以去吵妳 什麼 妳都算妳有料料 妳說的都妳對 還是說 妳如果說妳媽 我媽 阿嬤就經常在想說 可是妳媽現在又在家 我們家一定很幸福 很快樂 什麼事情都沒有 妳媽媽 妳媽 妳媽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 妳媽 沒帶過一塊過一塊 那久就沒沒關係就好了 沒帶沒錢 她就帶這個面風回來 那是妳媽的比較好 面力又穩住 因為這個 我們都氣我們多多好 好累喔 阿嬤,你還記得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媽媽把你做過一百萬 會記得嗎? 我會記得你媽媽說 你有一個學姐 現在是困難 需要一百萬做救命錢 那時候我在想 這個事情我們做得到 還可以救人的使命 我當然也拿這百萬救他 那如果要問這件事 我那個學姐就是鍾明芳 妳說是這個 鍾明芳那時候 被他媽媽賣去酒店 需要三百萬俗生 但我媽身上只有兩百萬 所以才跟妳借一百萬 去酒店把她救出來 早知道如果要救她 我就不會拿出來 救她一命 她在害我們幾個口 身上都不好 阿嬤,我不能這樣說 雖然她要跟阿姐結婚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贊成 但她其實是個好女孩 你知道嗎 她念大學四年 成績都是第一名的 那她第一名到我什麼期待 問題是他們家欠了很多錢 她那時候除了上課 每天還要打三份工 都已經這樣了 她每學習的成績 還是可以拿到第一名 我記得她那時候 早上要去送報紙 下課之後要去餐廳端盤子 假日的時候還去擺地攤 她這麼厲害 已經這樣就厲害 就可惜了 她這麼努力 有一個壞媽媽在拖累她 把她賣去酒店當小姐 還好她一開始 是賣笑不賣生 當初要不是有阿嬤 跟我媽的那些錢 我看她這輩子八成就毀了 不是這樣說不定 不過不管怎麼樣 她總是有去那個地方上班 這本來就沒說錯的事情 現在慧明她腦袍 就是因為她的事情 真的看我們沒有 徐家是做選舉出身的 搞政治最擅長的就是抹黑 哪有在分什麼是非對錯 再說了 周明芳跟阿姐有沒有要結婚 這是我們的家務事 應該是我們自己來解決 徐家這樣當場給我們難看 也太多管閒事了吧 這個徐國雄什麼樣的人 我心裡有存在 不過現在就因為她的事情 去影響就有年到非民的分數 這個她的日期要冠 就怪妳的姐姐 沒待沒錢 偷偷去結婚 都不用跟我說一聲 妳想我 覺得還有我這個老婆 她 不要再說了 她說得更輕 好 不說 不說我一早來 整個地方這樣熱鬆 好 睡覺不說這些了 那 阿嬤 明天早餐吃 三明治配咖啡好不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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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會等我自己處理 阿姐 阿嬤 她去上班了 對啊 手機被阿嬤沒收 客戶都沒辦法聯絡 要早點進公司處理 妳阿嬤醒了嗎 她早就起來了 我五點就被她叫起來練什麼拍手工 好 文綺 阿姐想跟你切個鑰匙 上去把阿嬤切回家 要不然你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幫 她一直待在你這裡也不是個辦法 阿姐 你有想好要怎麼勸阿嬤回家了嗎 我昨晚有告訴她 鍾明芳不是徐家人講的那種酒家女 有您應該也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了吧 有 她都跟我說了 反正鑰匙都給你了 你就上去試試看吧 要是阿嬤氣還沒消 你也別勉強她 我這邊可以讓她多住幾天沒關係 我知道 那我今天上班了 路上小心 拜拜 好 好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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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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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這樣是不是要躺上了 啊 這個小孩子也吃了 那邊床也沒東西 那躺上也沒東西 那是在躺飯店嗎 這樣嗎 這樣嗎 我只吃這個就飽了 這小孩子人愛水喔 減飯店都要吃吃這個 這不是款 欸 胡文綺 這樣啦 這麼快要走回來啦 妳是東西不去吃嗎 這樣 媽 妳要幹嘛 出去 出去 媽 要躺下去好嗎 妳不用叫我媽 從妳結婚開始嗎 我就是妳老母了 我真的不要動嗎 那間我做不到 我決定不會跟她離婚 妳怎麼說什麼 跟明芳結婚的事是我太忙碌 我會跟她去美國辦離婚 她不會去我們中間的問 媽 妳跟我回去好嗎 早知道說我後就要來擠 當初要做一件事的時候 現在不用肩膀想一想 站起來 委會的人還在那邊看 站起來 坐在這裡說 站起來 那慧民那邊妳要怎麼處理 等離婚出場的朋友 我去拜訪許國小 就算說要跟她一起也沒關係 既然她跟明芳的背景 來做結婚的理由 最後跟明芳一起離婚 她就沒什麼好挑戰 再這樣怎麼說 大家也是十幾年的高照 這樣也好 等妳離婚的手衝 如果處理好多 再看 那慧民到永年 那些人的事情要怎麼辦 妳喔 我也不是說我讓妳國宰娶 妳要娶之前 妳也看對方是什麼樣的 那些人 妳的好生女孩都大了 妳也等於大家都嫁娶之後 想妳自己 她如果要再娶 會怕 人先娶回來給我看 我稍微了解一下 我如果覺得不錯 我還會反對妳再結婚 好啦 妳的事情剛才說 妳去哪裡 妳去哪裡 我給妳賭款 所以妳回去 老闆 蛋餅冰紅茶帶走 報作快點 好 稍等一下 來 五十塊 謝謝妳 一個外帶蛋餅跟冰紅茶 好 李經理 早 早 經理 妳這兩天不是都在工廠督導嗎 妳怎麼有空進公司 陪總監叫來開會 總監找妳來開會 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 是陳文綺總監 不是妳的上司張友年總監 七老八人叫星星打到來吹 說我什麼公司要製造品牌 叫我八點一定要來開會 我事情忙得要死 還要硬著這件有沒有 謝謝 八點開會 嗯 現在八點十五咧 什麼 我一到早從公司趕過來 難道我餓著肚子繼續開會 沒事 真搞不懂 公司光接國際品牌代工店做不完 硬是要做什麼自創品牌 更是要把大家抄死 對阿黃 你是張總監身邊的大紅人 你也替大家反映一下 出個聲嘛 沒有啦 什麼紅人 兩個總監是一家人 我這個外人哪有說話的勇氣 說是一家人又不是親兄妹 你知道陳文綺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回來辛苦嗎 因為董事長要退休了 他懷疑要搶接班的餵 你喔 替你們張總監煩惱 來 來 先生 你來外帶冰龍茶跟蛋餅好了 好 謝謝 你先進公司 你先不要太晚 謝謝 謝謝 老闆 再一份蛋餅 好 好 欣欣 李經理怎麼還沒有來 你打電話催她一下 那個 我已經催她很多次了 但是她都回我快到了 不然就是在路上 算了 不等她了 我們先開始吧 好 抱歉 抱歉 工廠有點事情耽誤了 抱歉 既然會議已經延遲 我們就直接進入重點 大家都知道 辛華準備要推出自創品牌 今天特別邀請李經理出席 就是要借重他在生產線二十多年的經驗 李經理 我請欣欣寄給你的資料 你看了之後有沒有什麼想法 資料 什麼資料 是行銷部的企劃書 昨天我有先寄一份電子檔給你 還有再另外印一份拿到工廠 放在你的桌上 那個喔 那個我還沒看 還像我們這種生產第一線的 哪像你們這些做辦公室那麼閒啊 對不對 我拿了那麼多美國時間看那些 你沒看我們怎麼開會 那像我們這種生產第一線的 哪像你們這些做辦公室那麼閒啊 對不對 我拿了那麼多美國時間看那些 你沒看我們怎麼開會 沒關係 我這邊有多印一份 李經理可以看這個 這 這那麼想要看到什麼時候 不用了 就直接開會 我用聽了就好了 有什麼問題我會直接說 好 既然李經理這麼用心 替大家節省時間 我們就直接開始 待會兒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直接問李經理 不用太客氣 欣欣 我們直接從行程表 開始討論 是 我的想法是 希望在明年五月暑假前 讓新運動上市 所以最晚三月底 面料就要開始出貨到 越南的陳怡草 以上是我整理出來的 幾位設計師作品 都是這兩年 最受歡迎的款式 不好意思 人不在工廠 那工廠狀況就特別多 李經理 生產部三月底 不 最好是三月中 可以就把面料 運到越南去嗎 不可能 我們現在接的品牌商 那個單產線 都已經滿載 絕對做不到 我看過靜良記的報表 從織布到染枕 有十到十五%的產能閒置 而且有兩間小客戶的合約快到了 這些都可以挪來做 新運動的資源不是嗎 所以我說 你們這些做辦公室 就只懂得看報表 對現場一點都不了解 那十幾%是預備的 如果拉到緊繃 萬一有什麼緊急狀況 那不就慘了 你以為新華這二十幾年來 能夠準時出貨 能夠讓這個國際大品牌信任 都是靠這些紙上的報表 我這裡還有另外一份報表 你剛剛說的緊急狀況 這一年來發生了 不知道多少次 光染整場的剛差P差 比例就高得離譜 所以產能必須備在那 既然產能不能有效運用 就代表工廠的管理不善 狀況百出 你身為生產部經理 應該比我還清楚吧 陳總監 新華做代工已經做了二十幾 雖然烈利物飽 但餓不死 你好高無遠做品牌 得罪大客戶的單 萬一品牌又沒做起來 那損失是好幾倍 你會把公司都滑 李經理 我尊重你是前輩 找你來開會 就是定一個大家都做得到的目標 你現在連想都不想 是不是覺得自己能力不夠 想退休 說什麼你 大家討論得那麼熱烈 張總監 既然你來了 我跟你講 有關生產事 我跟你說你比較懂 李經理 你們剛才說的話 我在外面都聽到了 不是 李經理 麻煩你再回去評估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產能 是可以挪出來支援新運動的 3% 5%都好 那如果不夠的話 我不再出去外面找協力的工廠來支援 今天 行銷部都已經這麼有心 約你出來開會了 既然你都出席了 是不是可以好好配合一下 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 公司也會感謝你們的 好啦 既然張總監你都指示了 那我就回去再研究一下 麻煩你了 文綺 我們畢竟是傳統產業 李經理在公司也做了二十年了 他已經習慣現有的模式 你突然要他改變節奏 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 我怕不只他會抗拒 很多公司的老員工 也會抗拒我做自創品牌 這些老員工們 以前也是跟著秀娟阿姨 一起打拼起來的 公司能有現在的成功也是靠他們 所以他們當然會以老賣老 聽不清年輕人的想法 就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們配合點嗎 其實整間公司 只有爸能讓李經理這些人 心服口服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去問爸 你如果得到他明確的支持 做事會更方便一點 我現在就去找他 爸今天沒進公司 他去忙別的事情 周明芳的事 爸決定要跟周明芳離婚了 阿姨 張嘉誠 你來做什麼 蜜蜂在嗎 我要找他 你有沒有搞錯啊 明芳不是搬去跟你住了嗎 你找人找到這裡來 他什麼時候搬去跟我住 他沒搬去跟你住 不會吧 那他去哪裡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明芳什麼時候搬走的 就前幾天啊 他把這房子過戶給我之後 他就搬出去了 是嗎 奇怪 你怎麼會什麼都不知道啊 而且你們最近吵架吵很兇 我跟你說喔 吵歸吵 你可別鬧到要離婚 我跟明芳之間怎麼樣 你不用管 還真的要離婚啊 你把我寶貝女兒當什麼啦 你娶都娶了 你現在要離就離啊 我告訴你 你 要不拿一棟房 或者千二八百萬過來啊 我不會放過你的 蔡淑貞 你到現在 還敢跟我開口要錢啊 怎樣 我就是要錢 不然我要你什麼 不要你這個人啊 我告訴你 我好猴一個女兒 長得這麼漂亮 嫁給你這個老頭 你現在說離就離 他連福氣都還沒想到 你什麼玩意兒什麼東西啊 我跟你說喔 你要是個男人 你就拿錢出來善後 還說什麼愛他的貴才相識 你不用老是用明芳當借口來要錢 你也不想想你把他害得多慘 要不是你爛賭欠了一屁股的賺 明芳還不就當酒店小姐 你怎麼會知道 原來你們為這個事情要吵架 哎呀 事情都已經過去這麼久了 就讓它過去嘛 你們現在還計較有什麼意思呢 你要是真愛明芳啊 你就應該包容他 體諒他 接上他所有的一切 包括他的過去嘛 好好過日子別吵了啦 真是的 你別說得好像你處處都 為民芳著想一樣 你的心裡 根本從來沒有管過他的事 他這些年辛苦賺的 每一分錢不是都讓你來 去還賭債了嗎 現在還把這個房子都購給你了 還不夠嗎 好 如果你還有一點良心 這輩子不要再去找他了 明芳有你叫著母親了 不如沒有 你個臭男人 你把我女兒給放棄了 你還跑到這裡來 來罵人 你什麼玩意兒 什麼東西 你哪顆充哪顆算了 明芳啊 明芳啊 你怎麼搬走了 有沒有跟我睡一下 江神 我們見個面好嗎 你在哪裡 我現在過去找你 哦 好 好 我馬上過去 明芳 明芳 我聽妳媽說 妳把房子過給她了 那妳這兩天住哪裡 郭展示 住在一個朋友那兒 那間房子是妳辛苦賺回來的 應該自己留著才對 算了 如果一間房子 可以回來跟我媽了其關係 我也值得了 這是妳給我的結婚戒指 我也這麼感慨 我現在還給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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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芳 對不起 上次我對妳說了些難聽的話 我不是真的想要傷了我的心的 我沒有管理 我沒有管理 其實這兩天我一直在想 我在想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夠解決我們所面對的難題 好像 好像除了離婚之外 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如果不是因為跟我結婚 如果不是因為跟我結婚 妳的過去也不會被挖出來 害妳被大家為難 又痛苦一次 是我自己帶爹真的嗎 我一直以為 只要我這輩子不說 只要我這輩子不說 過去只有真的過去 從我帶妳回去聚餐那天開始 妳就為了我犧牲了很多 妳一直為了我的家人 回去自己 回去自己 回去到最後 我們現在連一個真心的祝福都得不到 我真的很對不起妳 我 家臣 我們的感情沒有錯 我們都親得了 分開 對我們都好 這是我們共同的決定 我們誰都不用說對不起 不 我虧欠妳太多了 美芳 最后再讓我為妳做點什麼 好嗎 跟妳在一起 這是我最美麗的回憶 這樣就夠了 幹什麼時候 要飛去美國辦離婚手續 安排好我會再告訴我 真的不要我送妳 不用 我先回去吧 妳把新嫁的地址給我 這樣有什麼事我才知道 上哪兒去找妳 不好吧 但是朋友的家不方便 有什麼事 妳再隨時打電話給我就好 好 那我們再聯絡 是 我們要來的 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在金剛才 這間是 一旦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我們在金剛才 來 孝佳 孝佳 你的房間常常去哪裡 今天還要繼續嗎 老闆娘 我還沒再給董伯過月 我這樣這個房間的時間 根本算我比較少 不然你給錢老婆親 我幫你打老闆 好 不然我繼續董伯過月 我希望我們去老闆拿錢 再跟妳繼續 好 謝謝妳 謝謝 聽小張說妳在弄什麼網路直播 那個有用嗎 選舉不是遊戲 我只是想要試試看效果 其他的宣傳都照做 不會當的 小張跟了我那麼多年 選戰也打了好幾回了 他的意見多聽聽吧 那妳要不要乾脆讓小張出來去 我的話妳不想聽 我還真考慮這樣子做 幹嘛 不高興 我沒有 不高興是 爸 有了 爸爸要跟忠祐方分手 妳怎麼知道的 妳有跟他聯絡 我講的話妳怎麼都不聽 我沒有 我們就通電話而已 我警告妳多少次了 不要跟他聯絡 不要跟他們家的有關係 你之前是因為他爸 跟忠祐方結婚 所以才反對我跟忠祐的婚事 現在沒理由 為什麼還要反對 我才不相信事情 這麼簡單就解決了 他們家那麼複雜 離他們越遠越好 而且我告訴你了 今年把心思放在選舉上面 其他的什麼都不要想 除非你不想選了 好了 不說這個了 等一下跟真理偉吃飯 他們家在地方上面的實力 有多大你清楚 我已經跟他講好了 把他的資源 都轉到你身上 待會兒看你表現 別說這些不開心的 破歉兄 真不好意思 我要請客的 結果你這個客人先到了 抱歉 不要緊了 別這麼客氣 我女兒 惠銘 伯父你好 惠銘不但長得漂亮 氣質又好 你們夫妻挺會栽培孩子的 我來介紹一下 這是我兒子俊卿 伯父你好 徐小姐 你好 我們家惠銘是很乖巧 但是要跟俊卿比 我看比不上 聽說剛從英國 拿個博士回來 優秀 謝謝伯父 光會念書有什麼用 都急碎了 到現在 連個女朋友都沒有 讓我好煩惱 真的 我們家惠銘也沒有男朋友 讓他們兩個多認識一下 多了解一下 這個不用我們煩惱 不過年輕人 多交個朋友總是好的 那很好 讓我們家惠銘跟俊卿 都學習學習 伯劍兄 我們坐吧 坐著聊 坐 謝謝你 不用這麼客氣了 國外待過的就是不一樣 身世知道幫女孩子先服務 伯父 三先生有沒有請養 俊卿的年紀跟你差不多 這樣先生小姐的稱禍 感覺太生疏了 我看他就直接叫名字好了 俊卿 你也說說話嘛 交朋友難道是爸爸替你交啊 慧銘 第一次正式見面 這麼說可能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 我之前就注意到你了 今天有機會認識 我想跟你說 我很欣賞你 欣賞我 為什麼這麼說 你這次參選提出的議題 都是針對食安 婦女 和環保的問題 看得出來下功功夫 這些議題不僅可行性高 而且這些議題 在國外都是備受重視 出來選舉 本來就是要做一些 讓社會更好的事 雖然我們有完整的 政策擺皮書 但是一般民眾 還是對呼口號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跟我幾個同事 就在想 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宣傳會比較好 你看他們兩個年輕人 雖然第一次見面 還滿投緣的 挺有話聊的 俊青在選舉方面 欠缺經驗 我是這麼想的 讓俊青做惠敏的助理 年輕人的想法多交流 也是好的 顧雄雄 你覺得如何 這不太好吧 一個英國回來的博士 我看過兩年 他可以自己參選了 來當惠敏的助理 不好不好 是 這樣根本就是大才小用 我會不好意思 這個要求是我自己提出的 我在英國待了六年 對台灣的政治圈很成熟 如果直接到我爸的辦公室 大家只會把我當真二代 反而很難發揮 惠敏 如果你願意讓我加入你的團隊 這對我來說 就是最好的無練機會 不僅可以讓我了解 目前台灣政治圈的生態 你也多給人幫忙 那太好了 俊青 明天就到惠敏的辦公室 來報到 歡迎你 謝謝伯父 歡迎 來 祝他們兩個合作順利 合作愉快 不好意思 我爸還硬要你送我 沒關係 我送你也是順路 而且這麼晚了 你自己個女孩子 我怕你危險 真的不用了 而且 我爸還硬要你送我 老實說 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那我可鬆了一口氣 那我可鬆了一口氣 剛剛那頓飯 吃得很尷尬對不對 自從我回台灣之後 我爸就不知道安排了多少次 像這樣的飯局 不是哪個官員的千金 就是哪個議員的掌上民主 說實在的 再這樣下去 其他政事都不用做 我們做子女的 從事拿自己的父母沒辦法 是啊 不過我爸的時候 應該不會再比我 參加上親飯局 為什麼 妳看不出來嗎 我爸很欣賞妳 他可能會把妳當作目標 我爸也會把妳當作目標的 看來 我們可以成為真正的戰友了 我怎麼覺得剛剛 也是故意在他們面前 說欣賞我 暫數 如果我不這麼說 怎麼能夠這麼快 就加入妳的競選團隊呢 吃一頓飯又多了一個助理 看來是我賺到 不過我欣賞妳 是真的 妳不要誤會 是朋友之間的那種欣賞 我希望能在妳這邊 學到更多 至於其他事 等以後再說了 既然妳這麼坦白 我就不能不交妳這個朋友 希望以後我們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不讓妳走 如果我不去工作 每個月五萬塊的房貸 誰幫我還 我想拜託妳 陪明豐去看房子 妳看她喜歡上哪一間 再告訴我 我把這個房子買下來 這個 Cindy 資深房仲 找她準備充 我岳父 醉成周密房 所以她一定會 等下簽約結束之後 我們就去 面目之地 妳直播的時候 旁邊幫妳送資料 那個男生是誰 她叫曾俊卿 是新來的競選助理 也是我爸爸安排的 相親對象 妳爸動作這麼快 妳會擔心 這邊請 糟了 妳不要回頭 我爸來了 張詠怡 我不 妳跟朋友來這裡吃飯 或許多笑臉 當妳卸下冒險 回到這房間 以前的以前 都開始懷念 從一個午言 心裡幾種語言 当你在我们前 想不存走远 过去都是过境迁 想你了 我真的想你了 好像回到那天 你在身边 只听了像猴鸟 咖啡的再远 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 想你了 我真的真的想你了 沙巴牵的玫瑰 等你发现 雨停了 咖啡的再远 会有晚的期间 在墙前 还在同个地点 等你出现 在墙前 想说的美心话 一个屋檐下 今天还好吗 别再流浪 眼泪流下 别再犹豫天亮 慢慢走回家 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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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